各位朋友,《國安法》已經實施了幾天,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 我這句話不是開玩笑,我這兩天約一些民主派朋友下星期見面時, 在WhatsApp上有些朋友會加個缺號,說何時何地我們會見面, 假設我沒有被捕,其實對於一些人來說, 現在會在《國安法》下遭受迫害是一件很真實的事情,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真正的危性, 至少對於一些人來說是很真實的,是一個危性。 上次我們講過一個好似林憲堂先生, 他講到說亂邦不居,香港現在的確是一個危性, 是否應該在這裏生活下去呢? 但如果你說到亂邦的話,我想大家上一上, 1949年剛剛是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時候, 肯定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危邦、亂邦, 在這個時候是否應該要走呢? 有一個人物在歷史時間裏面做了一個決定, 是很多人都可能會覺得是很難去到明白的, 那個人叫做陳仁確,是一個非常之著名的歷史學家, 我今日就要講一下他的故事, 為何明明是處於一個很危險的處境, 他仍然是不走的。 我講的這個人物呢,陳仁確先生呢, 這個故事是記錄了在陸建東所寫的 《陳仁確的最後二十年》這本書裏面的, 這本書的作者呢,他就講了,其實去留問題, 走啊還是不走呢,其實都可以說是陳仁確一生的懸念來的, 這個問題不是容易解決的。 當時在國共內戰,國民黨大輸了, 1949年他要離開中國去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他靜悄悄有一些偷運的計劃, 偷運些甚麼呢,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現在去台北,你見到有個故宮博物館, 有一些很好的珍藏, 其實就是當時在中國北京裏面, 是帶離開了當時中國北京的故宮, 去到台灣的, 另外也是以百萬計的黃金呢, 也是為了去台灣的, 這個對於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呢, 都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在樹, 但是還有一樣東西呢,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偷運學人計劃, 當時就是希望能夠將在北京裏面 一班著名的學者呢, 是可以將它送去台灣那裏, 不要讓它留在這個中國裏面呢, 是可能會遭受共產黨的迫害的, 當時在北京上飛機, 先飛去南京, 接著在南京就轉機去台灣, 上飛機那時呢, 這班學人呢, 第一個No.1是哪一個呢, 就是胡適, 大概都認識他了, 在胡適的後面, 跟著上飛機那位呢, 就是陳仁闊先生, 陳仁闊教授呢, 在當時裏面呢, 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之著名的歷史學家, 在清華大學任教, 是一個國寶級的人物來的, 如果你看陳仁闊呢, 他的身世呢, 其實他是一個書鄉世代出來的, 他爸爸和爺爺都是清代裏面的官員來的, 當時呢, 他爸爸和爺爺都捲了入去這個維新派裏面, 去推動中國是要維新的, 但結果你都知道, 維新派是被這個, 邪喜太后, 以至保守派打壓啦, 所以呢, 他們最後來呢, 爸爸和爺爺都是被貶抑的, 他爸爸最後來甚至是絕食而死的, 他是來自一個這樣的書鄉世代的, 所以在這樣的培育裏面, 他很早已經是有能力去到美國哈佛大學, 是讀書拿了個博士學位的, 跟著呢, 你發覺他其實那個才華是非常之多的, 他認識的不止說很多國的文字, 他厲害的地方還認識很多古文, 古文字能夠掌握到很多古文字, 對於研究中國的歷史是非常之重要的, 他有這樣的才華, 有這樣的學術的背景, 在當時可以說不得了, 牛津大學也是曾經是要打算聘去, 去牛津大學當教授的, 但結果呢, 仍都是留在中國裏面, 是從事歷史的研究, 和教學的, 陳仁康接受西方的思想, 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關懷, 他將這兩件結合起來, 他認為在中國裏面, 他有一個使命, 就是要推動一種學術的精神, 那個學術精神就是怎樣呢, 兩句說話, 或者一句說話都可以這樣說, 自由的思想, 獨立的精神, 自由的思想, 獨立的精神, 他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應該要崇尚的一種學術的精神, 當時, 從北京去到南京, 大家飛去台灣, 他不飛去台灣, 他反而落去南部裏面, 成為了領南大學的歷史系教授, 不是說其實陳仁康呢, 他是很開心, 即是共產黨開始統治中國,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很著弱, 所以要留地起來, 他不是這樣, 他反而其實是很深深地去到看見到, 華夏文化, 或者中國整個傳統文化, 其實是慢慢慢慢走下坡, 他看見這套共產主義, 看見這個共產黨的一些做事的方法等等, 其實他預示得到, 中國文化是會進一步走下坡的, 所以他自己就說, 他對於中國文化是有一個這麼強烈的抱負, 他希望去研究它, 希望去發展它, 即使這套文化現在看著, 可能會慢慢慢慢走向沒落都好, 他覺得他有一種的心懷, 他有個心懷是怎樣呢, 他要與華夏文化共浮沉, 他要跟他共浮共沉, 這裏其實可以引起一段說話, 去看他怎樣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 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敢受苦痛, 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越宏, 則其受苦亦更加越深, 即是說他越愛這套文化, 他看著衰落的話, 他會痛苦越深, 而這種痛苦越深不是他覺得要離開就可以解決, 他呈現見證著他的浮浮沉沉, 這就是他留在中國, 而不去台灣的一個原因, 當然第二個原因就是他當時, 其實他身體已經有事了, 他是事莫莫脫落的, 其實我都是事莫莫脫落的, 但是他最後不幸就是盲了, 一個人去到那個時候五十多歲盲了之後, 他有一種很強烈那種落葉歸根的感覺, 這種落葉歸根你可以想像的, 即是很希望在自己的土地裏面, 是盲期餘生的,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留下了在中國大陸裏面, 就沒有離開, 留下了之後, 其實大家讀中國的當代歷史, 你都知道了, 後面的日子其實就會很難捱了, 我們見到在譬如反右期間, 知識分子都是被毛澤東鬥到一塌糊塗, 很多人連性命都難保, 以前一些大的知識分子, 很擁護共產黨的, 留下來之後結果遭受批判, 甚至是要自我批判, 譬如說很出名的馮友蘭, 譬如說廢考通等等這些人, 都會在報紙裏面是寫文章, 是批判自己的, 當時陳仁闊一樣是被人批判的, 他是被劃分了, 是視他們是一個所謂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 他是很有社會地位, 因為他在歷史學界裏面是躁藝很深, 但是這個學術權威是被視一個資產, 階級的學術權威, 有了這樣的帽子劃分之後, 當然就很慘, 即是說他無論是生活的待遇, 或者是平時會承受的政治壓力, 都會令他覺得很難受, 譬如我看他這本書的時候, 我見到他在很艱難的時候, 譬如葛末藥去探問他的時候, 問他有什麼要求的時候, 他提出要求都是很卑微的, 他就說他想要有原稿子, 即作為一個郭寶級, 即你想到好像姚忠兒這些人, 郭寶級的歷史學家, 他所求的是希望有些原稿子, 讓他可以好好地去寫作, 你見到他有這麼壞的待遇, 是因為他拒絕, 即是說要屈塞, 要去到自我批判, 他一個真是切頭切尾的硬骨頭,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要進行他的研究工作, 都會遇見相當多的困難, 其實你看見他其後在中國裏面, 他能夠寫的作品, 最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論半生源》, 另一本就是《柳如是別傳》, 這兩個都是寫在歷史上, 兩個奇女子的遭遇, 他很喜歡是研究師, 通過研究師去做歷史研究, 所謂以師即是正史, 但這個研究雖然是大家讀起上來都很有趣味, 但跟很多當時歷史界的人, 對他期望是很不一樣, 因為大家見到他精通這麼多古文字, 即是這麼多國家語言他都認識, 他應該有一個很能夠做一種中西方比較, 古今比較的一種很宏觀的視野, 期望他寫的是譬如說中國的文化史, 中國的思想史, 但這些都在他無論是身體, 或者他那個研究環境的限制下, 是結果網絡做了出來, 只能夠寫了這兩本, 是有關兩個在當時裏面, 是跟整個世界, 即是跟整個社會的潮流很不一樣的兩個奇女子的生平, 其實這個有少少都是將他自己, 一種在當時裏面那種憂傷的感覺寄託在這些人身上, 因為這些人在當時裏面都是很孤寂的, 都未必是世界了解的, 默默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覺得其實他都是想將自己當時裏面 這一種孤寂, 這種悲哀的感覺寄託在這些歷史主人翁的身上。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他就慘了, 他有時很幸運,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不止是眼睛盲了, 其後他還是跌了腳, 這是不是好不幸運, 當然是不幸運, 但在政治運動裏面, 因為身體那麼差, 他又跌了腳又盲了, 所以結果有任何政治活動, 譬如批判大會, 要鬥人等等, 他都說我不出席了, 他就自己躲在自己的間屋, 因為他的理由就是我身體很差, 所以他是避過了這些令他覺得很難受的政治集會, 但他們不會放過他, 譬如好像陳靈郭教授, 他是有失眠的問題, 他們不讓失眠約他, 讓他晚上很辛苦, 戰戰反則, 他們甚至怎樣呢, 在批判大會進行的時候, 你不來, 他們就把他喇叭拉拉拉拉拉到他屋窗邊, 對住他的房間, 不斷用大喇叭轟炸他, 讓他聽見整個批判大會進行的情況, 所以他是飽受折磨, 最後他仍然無法避免遭受抄家, 他的文稿等等都被人摧毀, 他亦都被人進行人生的侮辱, 結果陳教授屈屈而終過身, 很多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為了好像贖罪, 去到安撫家人, 給了520元人民幣, 作為一種好像賠償或者安家費, 是給他家人的, 一個這麼有名的學者, 有機會去海外過一個很自由的生活, 甚至可以做更好的研究, 他都放棄了, 留下了在中國裡面, 結果是這樣屈屈而終的, 但雖然說他屈屈而終, 可能你叫他再做一次的抉擇, 他可能知道被他看見後面會發生這些事, 以他當時的想法他可能都會留在樹, 他可能覺得我就是留在樹, 見證著這種政治上的醜惡, 文化上的衰敗都是他要做的事情, 這種歷史見證可能就是一個很強大的心願, 他覺得是無法抗拒的, 特別是一個歷史學家, 雖然我自己想到就說, 真是無得說的, 究竟要留還是要去呢, 每個人只能夠搜索庫長去問自己,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你說是否陳人確就是很傻, 很蠢呢, 我看胡適當時, 胡適當時飛去南京之後, 真的飛去台灣, 然後飛去美國, 他一直沒有在台灣, 他一直去美國, 雖然他一直很關注台灣的發展, 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 其實都是很尊重胡適的, 胡適當時他亦都覺得, 台灣應該要成立另一個政黨, 除了國民黨之外, 要成立另一個政黨, 他很支持, 譬如說雷震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自己就沒有真的捲入去, 在台灣裡面, 真的用力去推動這個反對黨的出現, 直到他的同志在台灣被捕, 就因為推動這個反對黨的工作, 結果被判十年, 其實他都沒有用一些很強烈的方法, 去批評這個國民黨, 雖然歷史學家說他私底下都做了很多功夫, 但是我們見不到很強烈去批評國民黨, 其後甚至是接受國民黨的邀請, 回到台灣裡面, 是成為了他們中研院的院長, 在一次的宴會裡面, 突然之間好像中風死了, 他晚年胡適也都用很多時間, 只是做一些訓股、注釋, 其實沒有什麼用的一些學術的工作, 所以是不是說離開就一定是留下, 一定有意義,你沒辦法知道的, 但有些人真的, 他們大家都是歷史學家, 他離開了很顯然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說錢穆、毛中三、唐君毅, 如果他們不是說花果飄零, 走到來香港, 去建立新亞書院, 去繼續講學, 去發展新儒家的話, 中國文化那一支, 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傳承起來, 所以走有走的意義, 留下也都有留下的意義, 這個都是要去問自己的, 真是沒有一個很標準的答案, 譬如我們再講1989年之後, 劉曉波, 劉曉波也都一樣, 他當然是有機會是離開中國的, 但他沒有這樣做法, 他甚至在一次的訪問裏面, 應該是亞洲周刊的一個, 是否亞洲周刊, 讓我看看先, 他有一次訪問裏面, 他就講解他為何不離開的, 這個是自由亞洲電視台, 自由亞洲電視台這個訪問, 我讀給大家聽他怎樣說, 為何會不離開呢? 他說這種六四精英的大面積逃亡, 是造成六四後中國民間政治反對運動, 持續低潮的一個重大原因, 他說政府的高層只是一種外在的東西, 而民眾心中的道德英雄, 道德形象的崩塌, 對於普通的民眾, 港大運動的參與者, 造成一種內在的, 發自內心深處的失望, 他們有一種被灑弄的感覺, 這種多年累積起來的, 這麼強大的道德資源, 這麼快就被揮霍光了, 這個是特別令人痛心的, 他就是帶著一個這樣的心, 他覺得每個人都走了, 黃丹走了, 柴玲走了, 吳爾開爺走了等等, 那些民眾, 剩下的民眾, 會不會覺得被出賣呢, 他是這種心智流了下來, 那流了下來, 究竟有沒有意義呢, 你看到最後是死無葬身之地, 但是他也是因為這樣, 他拿了, 代表中國人, 拿了這個諾貝爾和平像, 也是通過這個道德的力量, 默默地支撐著很多人的一種抵抗意志, 而是並無忘記六四, 而且仍然是帶著一種追求民主的心懷, 那所以, 他的留下, 可能有些人覺得很蠢, 死在中國的土地, 但事實上, 他是實踐了他心裏面想做的事情, 那又好像天琦那樣, 梁天琦也一樣是, 當時在這個魚蛋革命之後, 他有機會去美國, 他可以留下, 但他都是回來接受那個刑責, 現在還坐在牢裏面, 但亦都是他這種, 願意是扎根這一樹, 默默受苦, 你見到精神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裏面, 他是感染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真的無法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即是哪些人是蠢, 留下的樹, 或者哪些人無用, 你這樣就走, 每個人我想都是要問自己, 去或者留, 究竟我自己找不找到一個意義, 自己有沒有一個答案出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今日就講到這裏,再見。